Hello,大家好,我是Neo 之前聊了很多有关于指数的话题 我其实也不止一次聊过 如果我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买指数基金 一直买SPG,标普类的这种基金的话 其实我是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率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 因为我的投资时间其实已经被拉到快18年这个区间了 18年的这个复利和报率如果有10%的话 我的资产应该是现在的5.55倍左右 如果是全付身家的话 比如房子乱七八糟的这种资产全都把它变现买指数 那还是蛮了不得的 这个成绩还是可以接受的了 那显然我没有 那我是从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这个指数很难跑赢呢 大概是在2020年之后 也就是差不多三年前 那是不是我就不可能跑赢指数了呢 这也未必啊 因为跑赢指数至少在我看来 如果是可投资资产跑赢指数 只有一招 那就是你抱着一家公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他不断的长期经营 然后他一直努力的回报股东 然后他可以获得一些阶段性的成长 这样的公司 也许这个10年你跑输了 下一个10年你可能会跑赢 综合下来你可能会跑赢一点点 但这种持股成本其实是很高的 比持有这个指数基金的这个成本是要高得多 肯定是 可是难的其实不是赚阶段性的这个alpha的机会 这种几乎人人都可以抓到一些 理由很简单 就是因为大家都喜欢抓短期的热点 那在一个热钱涌入的一个阶段 或者这种时候找公司呢 你就会变得比较明显 比如你会抓特斯拉 比如你会抓最近很火的英伟达 包括他们带起来的整个产业链 那投资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间的这个区间被拉长以后 你的容错率会大幅的下降 你不能犯太多错误 尤其是当你抠扳机的这个次数变多以后 你错误犯的越多 你回报率就会越低 那我在网上呢 就是看过不止一位 这种公开过自己投资组合的人 但是呢 很少有人会就是长达20年以上 他不断的公布的 那我就之前看到过一位吧 他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 因为他在过去20年出头的这个时间里面 实现了负利22%以上的这个回报率 也就是说他的资产差不多翻了五六十倍 那一百万就变成了五六千万 但是呢 他的这个投资生涯是无法复刻的 甚至无法学习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当你复盘的时候 你无法确定在过去的这二十多年时间里面 你运气到底在这个投资的这个过程中 他占比多少 那有人会就问了说 难道巴菲特也是靠运气的吗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巴菲特的这个核心持仓 你会发现这么多年来 他还是会把大量的钱集中在比较少数的公司身上 并且长期持有降低贩头的空间 他用保险公司的这个资金作为杠杆 在这个跌的时候不断买入 最后哪怕他这些公司表现没有那么的出众 不断的这个成长 但是呢他依然可以有回报股东的手段 加上他在低点买入的这种行为 最后就获得了他现在的这个回报率 当然这也是不可复刻的 那即使是你长期持股 你其实也是需要运气的 只不过需要抑运气的程度呢 会比那些不断的去追趋势 抓回撤 抓当下的那些人需要的机会要少得多而已 需要的运气也少得多而已 所以为什么我之前要思考那么多 有关于目的论的这个话题呢 要思考那么多有关于这个投资哲学性上的这种确定性呢 要追求这种确定性呢 我其实并不是去尝试去抓住正确 而是希望拉长我的视野 只有假定你看到自己可以达到的那个结果以后 你才可能会愿意接受一些 在当下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吸引的投资 那我是2012年左右回国的 当时当下最火的那个投资就是一些智能化硬件啊 比如说小米的生态链的周围的这些公司啊 金融科技公司啊 移动互联网公司啊 移动社交公司啊 互联网广告啊 游戏啊 等等 那个时候热钱太多了 恨不得这个钱比项目还多 那如果我穿越回去 我告诉自己 那2012年的时候 我让自己去买电力公司 比如长江电力 对吧 那10年下来至少有3到5倍的回报 那公司还能提供这个稳定的股息 那你觉得2012年的我会去买这个长江电力吗 我觉得大概率我是有病 我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建议 因为我即使我知道当年我知道啊 这个10年下来3到5倍的回报是不错的 但是当时当下的中国的大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显然会更有吸引力 因为热钱更多嘛 那结果呢 十多年过去了 我发现我看不上了那个长江电力当年 这个像这种电力公司 包括像美国的那些电力公司也是一样的 它不是一个资产上的一个优劣的一个问题 而是我在目光上太短浅了 导致我在当时是不可能去理解到 这个时间拉长了以后 这种时间杠杆加长的这种效果的 那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啊 我买了比特币 我有二十几个 我已经财富自由了 这难道不是机会吗 你让我拿这个买二十几个币的 这个二十几个比特币的钱 去买这些电力公司的话 那是真的有病 那是不可能财富自由的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在于说 你要注意你投资的策略核心的需求是什么 必须要跟你的心境 还有年龄之匹配的很多时候 因为你在你尚未年轻的时候 其实你是追求这个财富的大幅增长 实现财富自由 那你显然是不可能靠买这种确定性高啊 以及长期能运营的公司实现的 这里的最大的陷阱其实也在这里 就是我们往往放大了抓到比特币这种机会 这种疯狂增值机会的难度 而大大降低了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获得财富之后 如何让它稳定增值的这个困难 就是我们往往会觉得前者更容易 前者更难 后者更容易 我们会觉得抓住比特币的这个机会更难 而如果当我有钱了以后 我让钱生钱是一个相对容易的事情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那当然了 因为前面听起来的那个故事 就是激情澎湃的故事 那一夜暴富 单车变摩托 摇身一变霸道总裁 这个故事会更吸引人一些 后面那个是默默无闻的一个故事 让财富慢慢的增值 显得平平无奇 靠时间的杠杆对吧 十年二十年 然后你不断地去这个 让这个钱不断地获得一个一个增长 一个有分不错的分红 最后能至少不跑输这个指数 几乎已经是一件 在我看来很难的事情了 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那问题是在于说 其实这个后者是更难的 因为他时间会拉得更长 你只有等到有足够年份之后 你才会理解 其实要做到这一点 是需要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 一个心境去去培养 到后面才有可能做到的 前面的这个激情澎湃的这个故事呢 创业的这些故事呢 获得这种疯狂增值的这种故事呢 其实听多了以后 你就会觉得 一个是要赶拼 一个是要运气 一个是还需要有自己能力的匹配 后面这个其实更多的是 对自己内心的修炼嘛 但我个人感觉下来 我目前觉得 可能后面这个会更难一些 好 这一集就到这里 拜拜